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二十三年的春天 秦始皇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巡 当时张良精心准备了一个暗杀行动 而项羽也没闲着 他和他的叔父站在会计街头 望着秦始皇那宏大的气势 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 将来我要取代他 原话是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 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 以及第一个拉大旗起义的陈胜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意思大同小异 都是典型的取代主义者 至于是不是这句话惹的祸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反正项羽说完这句话 就有人把他们叔职告到了县衙 罪名是莫须有的造反 向家书职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听说消息之后是脚底板抹油 赶紧溜了 就到了一个叫吴忠的地方 吴忠是现在的哪呢 就是现在的苏州 到了这里之后 向良开始展现出英雄本色 他豪爽大方 仗义书彩 办事果断 没多久 成了这里红白大事的操办人 当然 向良这么热衷红白大事的操办 也不纯粹的是想为人民服务 还有他的政治目的 在操办过程当中 他一边组织人员配合使用 一边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和本领 为日后起义做准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当陈胜起义的号角 吹响神州大地的时候 向良就知道 他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 十多年的光景 向宇也早已经被他调教成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才 十年磨一剑 这句话果然不假 楚虽三千 王秦必处 陈胜是楚国人 向良 向羽也是楚国人 后来正是楚国人的前仆后继 才把腐朽的秦王朝彻底推翻 正在向良开始筹备起义这个节骨眼上 会计太守殷通 主动把他请到府上去了 把他的起义日期 又大大的向前推进了 如果殷通后来知道 自己这一请是引狼入室的话 他一定会为自己粗帅的行动感到后悔的 当时殷通以敏锐的眼光看到秦朝 马上就要灭亡了 历史的潮流如此 已经不可逆转了 先发制人 后发制于人 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 此时不起意更待何时啊 他找来向良 是想让向良助他一臂之力 一些必要的客套过后 殷通终于说到了正体 他正色地说了一句 我想起义 向良一听这话 先是浑身一震 然后就装成样子 装成什么样子 装得比傻子还要傻 表示听不懂太守的话 我想起义 等殷通第二遍说这句话的时候 向良才知道 这位太守并不是在开玩笑 也不是在试探自己 大势所趋 太守真是实实物者 向良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明白太守 这次请他来的目的了 心里边不由得安详啊 可惜你虽然实实物 却不实人呢 我堂堂向氏 名门之后 岂会跟你这个 昏庸无能的太守 通流合污啊 我想任你和环楚 做将军 阴通的话果然不出向良所料 向良先是客套的 说自己无德无能 怎么能任将军呢 先是推脱了一番 然后他才说 环楚最近不知所踪 除了我侄子项羽之外 其他人都找不着他呀 那 那赶紧把项羽请来呀 从上边的这番对话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了 这位殷太守的智商啊 简直就是一个婴儿 在他还不完全了解 一个人的情况下 就贸然把自己的计划 全盘拖出 他固执地以为 他身为太守 他管辖范围内的人 没有不敢听他的 更何况 这次是重用他们 他有这种想法 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是 他此次要用的人 是向良 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随后的进程证明了 殷通的智商 确实比婴儿还要低呢 因为随后向良 引来了磨刀祸祸 多时的项羽 项羽进府之后 就毫不客气地 给了殷通一刀 殷通的防御能力这么差 连项羽都感到 有点不可思议 项羽 项羽就这样轻松地 合计杀害了 会计太守殷通 然后淑职两个人 振臂高呼 早就对秦朝不满的 众人是欢呼雀跃 纷纷涌向向良 淑职的身边 不出几天 他们身边就汇集了 八千多人 公元前二百零九年九月 项氏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了 这项氏集团建立以后 各地的有识之士 纷纷地慕名而来 项羽和项羽 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主动送上门来的英雄豪杰 自然是来者不拒 这其中 以陈英和英部两个人的势力 最为雄厚 所以就成了 相氏集团的顶梁柱了 在这儿呢 不妨来说说 陈英和英部这两个人 陈家在东阳县很是有名 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忠厚 县里人有什么事 都会首先想到请他来帮忙 因此大家对陈英很是尊重 陈圣革命的火种 迅速传开以后 东阳百姓一起杀了 那个胡作非为的县令 几千人聚在一起 准备参加到革命当中来 可杀了县令以后 他们才发现 他们还缺一个令人信服的头领 这时候大家就想到了老好人陈英 陈英虽然乐于助人 但是却不愿意当头领 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你越是不想当 众人就越要拉你下水 陈英就是这样 被众人强拉着上了贼船 陈英当了头领之后 附近起义的人是闻风而至 纷纷归于他的旗下 到了两万人马的时候 众人就纷纷要求陈英 自立为王 这时候陈英是站在贼船上 进退两难了 不得已 只好回到老家去问老母亲 知道自己儿子情况的 最熟悉自己儿子的 最了解自己儿子的 那肯定是老母亲的 老母亲对他说的话 忠心思想归纳起来 就只有这么一句 你呀 就是一个做猴的料 不是成王的命 老母亲的话毫不客气 一针见血地告诉陈英 众人推你为王 并不是看中你的才能 而是把你当成挡箭牌呀 如果革命最终成功了 他们可以风气印子 荣华富贵 一旦革命失败了 他们作为父从之人容易逃命 而你呢 不就成了罪魁祸首吗 陈英的老母亲 见识确实深远 陈英本来就没有 当王称霸的心 回去之后是打死 也不肯再为王了 但是他的部下 可不是吃素的 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 对于陈英来说 这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 推来让去的结果就是 让向良输职 捡了一个大便宜 面对着陈英 带着几万人马来投奔 向良的一张脸 都笑成一朵花了 当时他心里边可能在想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让向良更加惊喜的是 天上掉的馅饼不是一块 而是两块 还都被他给捡到了 另一块馅饼就是英部 英部是卢将军六仙人 后来犯了罪 被判了情形 此后被人称为情部 服刑期间 他也在离山 打过几年免费的工 后来革命的春风 吹醒了他的头脑 他逃出离山以后 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只因为刚刚扯虎皮拉大起 兵不强马不撞 又惧怕杀人狂魔张憨来围剿 所以就投靠 大名鼎鼎的向良来了 这样一来 向良手下有八千江东子弟兵 一下子变成了八万人的向氏集团 发展如此之迅速 却是始料不及的 就在向氏集团日新月异的时候 刘邦以他敏锐的眼光 认定这是一支潜力鼓 决定前去考察一番 刘邦考察的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看看向良是不是个慷慨大气的好老板 道理很简单 如果一个老板很小气 舍不得给投股的人一点好处 这样的公司再好 发展潜力再大 也不能入股 于是 刘邦一个人昂首阔步的来到了向君的营帐 对招待的人理都不理 直接找到向良 然后把早就写好的借条交给向良 向良有点惊讶地 看着眼前这个相貌非凡的人 素未谋面 开口就向自己借东西 这样的人的确是少见的 感叹归感叹 当时向良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拿起笔来就龙飞凤舞地 签下了两个字 同意 就这样 刘邦是空手而来 满载而归 他带走了五千精兵 刘邦成功了 当然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特定时期 特定条件的基础上 这个条件很简单 因为他们当时都处于一个阶段层上 大家都在闹革命啊 其实这个借兵的主意 是张良出的 他见刘邦志在夺取封义 但苦于事单力薄 就建议他前往向氏集团接兵 从后边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借就借出一段奇缘来 按照常理 大凡你借了别人什么东西 一度过难关或者到了期限 肯定是要还的 刘邦也不例外 借了向良的五千精兵 顺利拿下封义 打败雍池以后 他自然得来还兵了 常言说得好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看来这话一点也不假 也就是还兵的时候 刘邦和项羽邂逅了 当时的刘邦39岁 而项羽只有25岁 两个人相差了整整14岁 在我们现在看来呢 年龄相差这么大 可能在沟通和交流上有隔阂 但当时的刘邦和项羽 却不是这样 两个人一见面以后 是侃侃而谈 国事 家事 无所不谈 两个人越谈就觉得心贴得越近 就拜靶子结成了兄弟 拜靶子结成异性兄弟这一套 对刘邦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拉人伎俩了 从小和卢婉结为靶子兄弟以后 他马上就领略到了结为兄弟的好处 因为在以后十几年的寒窗苦读生涯当中 他爹没交过一分钱的学费 都是卢老弟主给付的 辍学之后呢 刘邦跟那些一起混的酒肉朋友 都是称兄道弟的 虽然再也没有领略到 卢老弟主那样的好处 但是平常打架斗殴 刘邦高呼一声 兄弟们就提着家伙 浩浩荡荡地涌到他身边来 可以说 刘邦就是靠败把子拉帮结派 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这时候 面对如此大好良机 刘邦自然不会放过 他也不顾满地都是泥了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再说吧 项羽毕竟年轻啊 他哪知道刘邦有这么多的 败把子历史啊 眼见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刘邦 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 他如果不跟着跪下去 从良心和道义上都说不过去呀 于是乎 两个人是涉案焚香 拜天拜地 然后对天启示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 两个人成了败把子兄弟之后 项羽只活了六年 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 就在乌将被败把子兄长刘邦 逼得自杀身亡 而比项羽大十四岁的刘邦 那可是又活了好几十年才老去的 由此可见 当时刘邦和项羽结拜兄弟 纯粹是战略上的需要 他那时候势单力薄 而项梁项羽兵强马撞 先借项羽这棵大树乘下粮 寻找机会再一展报复 就这样 刘邦拉拢了项羽 这个项羽集团 是个值得期待的潜力股 结拜的好处有这么多 难怪后来很多人都学刘邦 动不动的就搞个什么结拜主义 看来这一招是至上法宝 古今通用 项羽集团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以后 众人拥护着说了 大王您英明果断 德高望重 应该自立为王才对呀 是啊 当大王多威风啊 就在项梁将要点头答应的时候 人群当中出现了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年欲七旬 头发花白 站了出来 给项梁上了一节生动的政治课 他详细地分析了 陈胜起义失败的原因 这里简单地把他的话归纳为 陈王出身低违 不立楚王之后为王 刚起义就自立为王 违背了民心 所以失败 他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 陈王起义失败的偶然和必然因素 是啊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一个原本在庄稼地里 脸朝黄土 背朝天的泥腿子 突然有一天坐在皇帝的龙椅上 对大家说了 从今而后 我就是皇帝 大家都得对我三叩九败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信服他的人又能有多少呢 也许有人会问了 古往今来 很多皇帝都是农民出身的呀 但问题是形势不同 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候他刚刚起义 天下还是大秦的天下 他只不过是一个造反的 如果他把天下打下来了 再称王称帝 那时候就算他不同意 大家也要把他推向皇帝的宝座 一个高明的谋臣 就是要具备审时夺势的能力 换句话说 此时相良相宇的处境 跟陈胜差不多 虽然他们是名门之后 但如果刚刚起事就自立为王 那么他的下场将会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陈胜王的后臣 那说了这么半天 这个白发老者是谁呀 这个老头就是范增 在日后灭秦及项羽 刘邦两大集团争霸的时候 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后面将会讲到他 更加精彩的表演 对你来与你这个地方 那你也有看到 任何人物 你对面 有点 有点 没